美国现金的状况非常糟糕 只要有理智的人 甚至脑细胞不用超过两个以上 都会觉得现在这样不OK 十一住行全部都在被攻击 经济烂成一团 史上最高的通货膨胀 我们连基本生存的物资都缺乏 例如像说婴儿奶粉 不止这个样子 我们的枪击案 暴力犯罪直线上升 整个国家的秩序都在动荡 最令人害怕就是 我们的能源 整个价格大爆表 很难想象我们的政治人物 怎么可以烂得这么完美 就像我们以前高中的时候考SAT 上面只要写名字就有400分了 但是就是有人可以拿到200分 直到我们发现 这一切不是他们犯的错误 不是因为他们很笨 而是这就是他们的目的 这就是他们的进程 以下是Joe Biden的解释 当时钢油价格 我们正在进行一个超过的秩序 我们正在进行一个超过的秩序 我们的领导人在做的事情 你现在感受到的痛苦 不是他的错 而是他的计划 特别是在能源的价格上面 每个人都过得很苦 很多家庭不知道怎么加油 汽油的价格也高到了 影响到其他产业的价格 所有东西都涨价 导致通火膨胀 这个是十几年来他们的计划 对他们这些世界领导阶层来说 这一切是好的 都代表着进步 都代表着转型 这就是我们这些 什么都不懂的老百姓 想要的 应该要的 刚刚看到的就是欧巴马 跟他的这个 前能源部长说的话 我们现在过的生活 就是他们这十几年来 一直向往 而且期盼的目标 这些人就是计划 我们未来的这群人 这些人就是创造 我们未来的人 他们没有在隐藏 如果我们不反抗的话 如果我们让他们 持续掌权的话 我们的未来 就会变成 他们想要的那个样子 中国共产党叫这个叫做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现在我们的这些领导阶层 认为说 美国准备好了 是时候进入到 真正的社会主义了 我是Ethan 欢迎收看今天的AI News 这几天我发现 我们认为拜登很笨 民主党神经有问题 左派脑子有问题 才会造成我们现在的困境 一切都是一个意外 但是其实不对 或许民调会这么低 是个意外 或许拜登政府 会接受到这么多的批评 是个意外 但是通货膨胀 能源价格飙涨 开放边境 各式各样的族群 彼此斗争 并不是个意外 而是一个 非常有战略性的行动 就跟拜登说 他会保护台湾 然后白宫说不会一样 是战略性的模糊策略 拜登做到了 他之前的人 都做不到的事情 他们已经说了 十几年了 他们会这么做 但是没人听到 我也没听到 直到这次的这个 World Economic Forum 世界经济论坛的会议 这个组织是什么呢 就是有一群有钱人 国家领导人 世界的精英 聚集起来 在瑞士一起开会 来制定整个地球 未来的方向 他们说 未来就是他们创造的 社交媒體而成等我們無論壹활 不能去演習 是在這個議題上 要加入 各種行動和影響的發展 進行發展 進行發展 在世界上的發展 剛剛你看到的那段 到底是什麼啊? 如果剛剛那段是 電影007的電影片段的話 我一點也不會覺得奇怪 而且他的口音超適合的 The future is not an accident, Mr. Bond The future is built by the eyes We are the one who build the future If we collaborate together 哈哈哈哈 什麼叫做陰謀集團? 陰謀集團就是一群人聚集在一起 討論要怎麼合作達到他們的目的 怎麼樣宣傳 利於他們的私欲、信譽 他們的個人、權利 在政治上、宗教上、生活上 如何控制他們以外的所有人 所以說各位看到世界經濟論壇 剛剛說的會議 絕大多數都是在私密的地方進行的 現在這個社會 他們連隱藏都不用隱藏了 而且這裡不只是國家領導人而已喔 像聯合國那個樣子 也不是宗教領導人 像說教宗邀請一堆其他宗教領袖一起開會 這個樣子 也不是經濟領導人 而是那些人全部都聚集在那個地方 討論要怎麼控制未來的方向 為什麼他們會在瑞士一個沒什麼人知道的地方開會 為什麼他們不在聯合國開會 為什麼他們不在歐盟開會 為什麼世界各大行業的經濟政治領袖要在那個地方開會 因為他們知道他們的想法不會被一般的民眾接受 沒有人會投票給讓油價上漲的人當總統 沒有人會投票自願的把所有的權力給一個國際型的大政府 來掌控所有人的人生的會議 但是這個就是我們未來的方向 我們不管人在乎什麼 我們要在乎的是未來 這個就是所謂的陰謀集團 就是這個世界 Kabal 唯一抵抗他們的方式就是我們脫離他們的生活模式 獨立自主 在教育上、經濟上、生活上 靠自己 而且跟自己有相同理念的人 建立一個社群 不然就會被他們的未來控制住 那未來會長什麼樣子呢? 例如下一個影片 阿里巴巴的集團總裁 John Michael Evans說 他們在研究一個系統 來觀察、收集所有人的排碳量 加以計算 這個樣子就可以算出來 這個世界是你們哪些人沒有節能減碳 哪些人沒有用愛發電 製造這個溫室效應 然後導致氣候變潛 其實這個制度 在中國早就已經有實施了 只是他們現在要放在碳排量的計算上面 在中國大陸有一個叫做社會信用體系 英文是Social Credit System 未來他們想要控制的就是 什麼? 你選擇開車沒有做公共交通工具 扣分 你買車 而這是汽油車 而不是電車 扣分 你坐飛機的時候 多帶了一個行李 讓飛機更重 扣分 月底啦 你欠這個世界 30個小時的勞動服務 還有20個小時的體罰改革 50個巴掌 然後不能吃飯5天 以及350元的罰款 下個月月底償還 這樣的制度對於任何正常人來說 應該都不是很悅耳的 但是對於那些房間裡面的喪心病狂來講 是非常有吸引力的 因為那個就是他們想要創造的烏托邦 而且那些規定是只有你要遵守的 他們那些人是重要的人 他們做私人噴射機去瑞士開會 他們一個小時的碳排量都比你一年還要高 但是他們是值得的 他們是必要的 他們是創造未來的 這個就是創造我們未來的一群人 透過這個樣子一個完全控制的系統 他們可以完全控制你的生活 你的經濟 你是否可以購買物資 你是否可以工作 簡單的說 這就是受印在做的事情 這東西是不是受印 不知道 但是使用模式還有目的 基本上跟我們在聖經裡面看到的受印差不多 而這個受印 就是他們口中的未來 受印竟然要完全控制 當然就是要完全控制分辨善惡的能力 要掌控分辨善惡的能力 就一定要廢除所謂的言論自由 因為只有在他們說正義才是正義的 他們如果說是邪惡就一定是邪惡的 不可以有任何不同的意見 接下來這個女的是從澳洲來的 E-Safety Commissioner 網路安全檢察長 他說 我們要重新定義言論自由 我們要重新調整對於言論自由 的定義 這個是幾乎所有曾經擁有過 言論自由的國家的左派 都在挑戰的事情 你可以想像一下 這個人掌控言論自由之後 會變成什麼樣子 基本上就是 自由派的人全部都可以為所欲為 然後散播這些變態的思想 但是所有保守派的人都會被徹底禁言 這個是每個國家都正在發生的事情 不同的是 這個女的說的並不完全是錯誤的 我們的文化裡面 其實一直都有禁言的制度 言論自由也有一些東西是不可以說的 不然就會得到社會的責任 例如說詐欺、威脅、鼓吹暴力、淫秘這樣的字言 一直以來都是被所有的社會文化認為說應該要被禁止的 就連淫秘的字眼到現在都還是有法律在管制 只是沒有人在執行而已 事實上就是 美國這個國家曾經還有法律是不能褻瀆神的 其實這個國家還是有不能褻瀆的法律 只是對象不是神 而是什麼 同性戀啊 變性人啊 pride flag啊 BLM之類的 或許不是直接的法律 但是一定有制度在我們的社區、公司、學校 來限制我們的言論 還有什麼樣的言論 所以某層面來說 我認為說 他說的是對的 我們的確要重新定義言論自由是什麼東西 我認為現在有很多東西是不應該可以講的 現在對於言論自由的限制 是完全針對正常思想跟保守派的思想 左派的言論還有思想是被提倡的 是被高舉的 他們可以要求暴動 可以執行暴力 可以開放奸淫 所以說我認為 這個女的說的沒有錯 我也提倡要重新定義言論自由 我們的言論自由 應該是要來保護所有的言論 而不是打壓一方的言論 而且提倡另外一邊的言論 我覺得這就是為什麼 Elon Musk會想要買推特 獸英是什麼 目前沒有人知道 只知道 666 額頭上有 右手上有 有很多很多的猜測 但是 獸英要怎麼被創造出來 然後創造出來要幹嘛 我相信 就應該是 類似這樣子的 全球精英的陰謀集團開發出來的 最後一個新聞 當然 就要提到 目前美國最重要的戰役 墮胎 上個星期 我們講到Nancy Pelosi 被天主教的主教禁止聚會了 她終於回應了 那她第一個反應就是 徹底忽略這個東西 她的理由是 我在華盛頓DC啊 三番四的教會 不讓我去又怎樣 美國這麼大我找不到教會喔 所以說她就去DC的其他教會 臨盛餐了 上個星期她上了MSNBC 正式的回應 她對整個事情的看法 我們來聽聽看她說了些什麼 我對這句話題是 是 我問一下 這個人是 正式的 所以 它對 對 人說 我們有關於 《聖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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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聖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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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只需要祝福,我们需要尊敬,我们需要尊敬。 我来自大专业的家庭主族,所以我尊敬人的视频,但我尊敬我们不尊敬我们的尊敬人。 现在,我们的 Archbishop,我们将尊敬对LGBTQ的法律。 因此,他将决定了一些的提供的提供,提供的提供的提供的提供。 他说马太福音,对吧? 我刚好也记得马太福音有一节,我觉得可以来看这件事情。 不只是那一节,整本马太福音,甚至整本圣经,我觉得,跟我们现在社会上面发生的事情都很有关系。 特别是关于堕胎的,跟杀小孩那一段。 这段是在马太福音十八章第六节。 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魔石拴在这人的井上,沉在深海里。 上面说是小子,英文是little one,所以就是小孩子的意思,对不对? 所以,Nancy Pelosi,你听清楚了吗? 根据马太福音,你还不如把一个大石头绑在你的脖子上,跳到海里淹死才比较好。 这不是我说的哦。 这是耶稣基督亲口说的哦。 所以那些什么上帝的酷儿啊,一群死变态,要小孩性别错乱变性的那些人。 如果你是基督徒,如果你是牧师,如果你是什么神学院毕业的, 这是基督说的哦。 这是耶稣基督说的哦。 你要不要实践一下。 我可以在这边指出一个经节。 圣经耶稣在指责那些伤害小孩的人。 当然,你也可以说,这是我信的。 英文是brothers,对不对?也就是说基督徒。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不是基督徒的人就可以杀小孩吗? 这句话我们上次在小组里也讨论过。 欢迎各位在自己的小组里也讨论看看,这一句话到底在说些什么。 其实,还有很多,整本圣经都在说不可以伤害小孩。 小孩是神给父母的礼物,人的生命是神给的祝福。 你Nancy Pelosi说的马太福音里面支持堕胎的章节在哪里? 伤害小孩的章节在哪里? 我在这里挑战所有的左派牧师跟基督徒。 伤害小孩的章节在哪里? 甚至不用马太福音,任何一本福音书。 耶稣在哪里说,让你有耶稣要我杀小孩,耶稣要我杀婴儿的结论。 意思就是,在耶利米书里面说那个神在女人的子宫里面创造那个小孩。 他在创造那个小孩的时候,就已经完全了解,understand这个小孩的。 在圣经里面哪里有说到,神希望你去杀了那个神在女人子宫里创造的生物。 左派牧者欢迎留言,台湾那些变态牧师欢迎挑战。 神学院的神学生欢迎告诉我们,你是哪一间垃圾神学院毕业的。 他在里面又提到另外一个很值得讨论的东西,死刑。 我们好像还没有讨论过这个话题。 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我个人的频道PHC,看我之前的影片。 死刑必要吗?还是什么的? 这就是这些noninokoru的基督徒常用的方法。 圣经上说的啊,对不对? 马太福音这样说的啊,对不对? 教会的立场啊,教宗现在这个样子说的啊。 遇到这个样子的人,请回答说,没有! 基督教还没有出来之前,犹太教初始的时候,就没有反对死刑。 甚至还是支持死刑的。 而且还有非常非常多死刑的例子。 而且死刑的方法,比现在任何一种死刑都还要夸张。 如果你有读过任何一点圣经的话, 当然,天主教教宗Pope Francis,他是公开声明说他不喜欢死刑的。 然后又改了一些天主教教义来支持他的说法。 这很明显是不符合圣经的,也不符合天主教。 这也是基督教跟天主教最大不同的地方。 而且,我认识的天主教徒, 对于现任这个教宗的很多想法,是有很多争议性的。 就连很多天主教徒,很多主教也都公开认为说, 教宗这个权位,没有这个权柄,不能随便乱解释圣经。 更不能把自己的话放到神的话里面。 把死刑说得好像是一个极端的邪恶一样。 这也是为什么,近期基督新教跟传统的天主教徒, 对于现任这个天主教跟教宗的制度, 会有这么多的攻击。 因为他说的话,他在做的事情, 很多是在混淆视听,跟圣经的基础价值观, 跟依照自己的意愿来解释圣经。 他对于死刑的说法是,不要再有死刑。 死刑是对人类生命的神圣性的侮辱。 但是,他这样的说法,没有圣经根据。 而且,天主教在历史上,是有直接执行死刑的记录的。 现在,所有的基督教被骂的,什么猎物行动,什么东征十字军, 全部都是天主教当时的政策,还有私人目的。 猎物行动,还是直接使用宗教的方式,来压迫执行政治上面的迫害。 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建国国父Thomas Jefferson, 会在信上面提到,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States, 也就是现在被扭曲的政教分离。 Nancy Pelosi提到的死刑,是有一点讨论空间的。 也像说什么耶稣说, Those who killed by the sword,我 died by the sword 之类的。 是稍微比较有争议性的。 就连我这个没有读过神学院的人, 都可以直接用经文来破解。 而且可以证明说,圣经就是说, 以命长命,以牙还牙,以眼还眼。 死刑是唯一一个律法, 出现在五本摩西五经里面的行为律法。 但是,不管怎么样, 堕胎跟死刑不一样。 堕胎没有任何的真理性。 从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 到启示录二十二章二十一, 耶稣说,我必快来跟圣徒同在, 都不能杀小孩,都不能杀婴儿, 都没有孩童献祭。 没有任何一个圣经权威的牧师, 是站在另外一边解释圣经说, 圣经是支持堕胎的。 所以说, 天主教不可能支持堕胎, 基督教不可能支持堕胎。 支持堕胎这样的说法, 用理性辩论也无法合理, 用同理性辩论也无法合理。 学术辩论就是在杀人, 科学证明就是在杀人, 道德层面也没办法合理, 更不用说神学了。 但是, Nancy Pelosi 在这边讨论的, 就是以神学在辩论。 所以, 左派的人只能说, 我又不是基督徒, 或者, 又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基督徒, 或者是, 我在乎的就是女人啊, 我在乎的就是自由啊, 我在乎的就是女人的身体的自主权啊。 但是, 这些都可以简单的破解他们的谎言跟虚假。 最终, 他们会想要堕胎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们想要烂性, 不负责任, 而且, no ni no koru。 感谢大家收看, 我是Edan, 更多美国情报, 请持续关注AI News。 男嘉儿童和尚团现在开始报名啦! 男嘉儿童和尚团成立于1998年, 曾到纽约、波士顿、 华盛顿特区、 夏威夷等多处演出, 并参与国内外各大音乐节, 荣获各大奖项, 均取得优异成绩。 从即刻起接受报名, 课程均由专业指挥、教师指导, 每个星期六下午有分4-8岁、 9-12岁以及13-18岁不同年龄段的课程培训。 欢迎打电话626-779-6767报名咨询, 或是登陆网站填写资料报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